我看你 来 准备 我看你 你开神 太过分了 你干嘛 你现在就在造谣之分 诡胞 好 好 预备 开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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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开始吧 小心 小心 对 开始 有点流量去对我女儿进行访报 你们这个犯罚 北报就是在污蔑 你们的造型永远是要站好就行了 对 不能 不是来着 我那要改期吗 不能改了女期卡 你拍戏最快的一个是 等 什么原因 等下 等吧 等下 因为今天还有很多戏没拍 可是你看这样等的话 我们又不知道在等什么 所以 有可能会甩戏今天 因为现在临近杀戏 基本上每一个景都是要杀戏 杀戏的概念就是以后不会再来这个景了 所以比如说这个景里面留了很多很多戏 没有拍的演员 那今天可能就会辛苦一点 虽然很难 那就大家都难 就自己克服就好了 因为321开始的那一刻 你下刀子你也得拍 尤其是你在看现场 有些工作人员 他们会更辛苦 他们要举那个灯架 举那个大炮什么的 那个很重 那个是体力活 比如说举一个片子 放到架子上 它是放不住的 你只能人为地这样手举着 那你这条戏 比如说一场大戏很长的话 那他就要一直举着 那我们只能保证的是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戏演好 不要再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为大家所有人 都是要重新再来的 这是一个集体行为 那一队 来 我去山上等 对 对 对 来 准备 开始 车走 再来一次 来 再来一次 我借一个灯 然后看 好 来 准备 来 准备 开始 可以 没问题 看到您来回来摔了好几次了 看到您来回来摔了好几次了 是不是相对于平常会更辛苦一些 这个还好 因为你的摔是自己去掌握的 所以还行 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 在没改戏之前 当然说是要让那个车停下 惯性帮撞一下 这个就很难拿捏 这个是最难的 是不是收工之后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房间里这几个月 在不开工的情况下 都会干点什么 接下来就是 我这几个月的小创作 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首先 这些都是手机包 为什么都是这个颜色呢 因为这个线买多了 这是一个耳机包 这是一个小杯套 杯 杯子的杯 就是你这样拎着的时候 它不会烫手啊什么的 这个是我做功课的一个小本子 上面记录了每天销场 包括一些 只有我看得懂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做了一个早期的人物小传 和一个故事梗概 要用手写下来 就觉得 觉得这才是我自己长到身上的东西 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做一个演员 不要忘记 做演员应该坚守和保持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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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